年仅17岁的男韓羽球天才少女安喜盈 获選為BWF年度最佳新人 雖然被譽為天才 不過日前她的訓練影片曝光 讓外界驚嘆 她的成功真的不是偶然 一年都沒錯 安喜盈不但是在堆滿沙的羽球場上 訓練她的速度 而且還在腰上綁著超粗的彈力帶 來鍛鍊她的爆發力 網友們幾乎這樣的訓練根本是怪物 去年蘇迪曼杯一鳴驚人的 擊敗當時的世界球后戴進 來自南韓的17歲小將安喜盈 被譽為天才少女 不過近期她的訓練影片曝光 才發現天才不是一天早晨的 沙灘排球有聽過 但沙灘羽球你第一次看到吧 安喜盈的訓練團隊 把整個羽球場地鋪滿細沙 她就在這樣的沙地場上奔馳 訓練速度 至於爆發力並有妙方 超粗的彈力帶就這樣綁在腰間上 隊友還在另一頭綁著要製造反作用力 讓安喜盈得更拼近地去強化救球技術 這種另類訓練方法 也讓各國網友看得嘖嘖稱奇 還有人認為靠著這種怪物訓練法 安喜盈未來絕對有機會 在女子雨潭創出一片天 就是這樣的堅持 去年安喜盈一路從世界排名九十九 狂拼到世界第九 更在超級七五零系列賽的法國戰 連續擊敗山口倩 馬林等名將 成為史上最年輕的大賽冠軍 所以天下真的沒有百吃的午餐 明日新聞 綜合報道